167 《軌道上的經津企初見端藝》 2015年7月10日中國新聞A 1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達明天津報導 北京至天津繼原的承制快速列車今日正式運行 這也時經津企一體法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開通運行的第一條承制快速鐵路 與此同時,經津企三地之間多條承制鐵路正在開工建設 或以納入近期規劃,標誌夫與軌道上的經津企以初見端藝 為實現三地一體化協同發展奠定基礎 長期以來,由於行政分割等多重因素 經津企區域外的承制快速鐵路建設相對落後於長三角和珠三角 建成並運營的緊經津承制一條,嚴重制約光 此地之間的人流、物流往來,破行政壁裏半年確定二十七線 今年初,只在打破行政壁裏的經津企承制鐵路投資有限公司 正式組建,總投資一百億元人民幣 董事長由京津企三省市輪流委派,記者日前從該公司獲釋 成立近半年時間,目前已有二十七條承制鐵路納入該公司建設規劃 總理程規模達到三千七百九十六公里 其中,北京唐山一百六十公里,北京濱海一百八十二公里 將於年內開工,廊坊托州八十七公里,和首都機場到北京新機場聯絡線一百一十二公里 明年開工,另據天津鐵路部門提供的資料顯示 按照鐵道部和三省市原有規劃,經進城制延伸,至濱海,線以進攻 下月正式運營,天津保定,高鐵,計劃年內通車,北京將家口 年內開工,北京霸州,目前已完成項目幻平,有望年內開工 建成後將成為京九客運專線的一部分,直通香港九龍 平谷線,北京地鐵二十二號線,已確定由北京出發 京河北省燕郊,三河,再進入北京平谷區 此外,目前已列入鐵道部中長期鐵路網規劃的橫有北京石家莊 天津石家莊和北京乘得三條城濟鐵路,將於2020年前建成 中一點的交通陣風。 列入錄金融 cinematic開工 德 劇